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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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口吻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气 年深外寂有无尽 日久他乡进故乡 牛子你可记得 徒你的方向 爸爸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气 一朵雨一生气 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 太湖边的陆巷村就开始慢慢热闹起来 柴米油盐鲜鱼水菜 菜市场不大 却有着近百年的历史 至今村民们依然在这里做买卖交易 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 还有热闹的叫卖声 讨价还价声 陆巷村新的一天开始了 清晨时分 除了三三两两的游客 陆巷村民的生活内容 好像和南宋时刚迁居到这里的先祖民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打鱼晒网 生活做饭 安静和闲适 层层叠叠叠的碧螺春茶树 和漫山遍野的各色花果 把星螺旗部的古民居包裹其中 东有寒谷山 西有剑湖 背靠墨离峰 面向太湖 陆巷村自古就是一片江南富庶之地 戊华由天赐 地灵御人解 古往近来 太湖之冰的这个小山村 先后走出过46位举人 41位晋士和两位状元 近代从陆巷村走出去的院士 与教授亦达60多位 这在中国的村落当中是极为罕见的 所以这里也被誉为宰相故里 晋士教授之村 而这些都得益于古村里一直流传着的 以学历业重闻众教之风 正在忙着采摘柑橘的叶红星夫妇 祖祖辈辈都是地道的农民 二十多年前 先是儿子考上了苏州大学 接着女儿又考上了苏州教育学院 那时候就许你爹 你一说大家都好羡慕 都羡慕了 社区里的人都怎么跟你说 一般人家 他们家有两个大学生了 你这样子说 跟我们没高兴的他们 也为我们高兴 那当时你自己是什么感觉 陆向古村 背山面湖 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是这里一年有花 四季有果 三月四月碧螺春茶上市 五月六月琵琶杨梅成熟 七月八月白果板立丰收 九月十月石榴柑橘飘香 村民们一年四季都很忙碌 我们情愿自己和叫他们做树 供应他们做树 那么这样子可以树包翻身 让他们到外面去工作 树包翻身 树包翻身是你们本地教育孩子 常说老话 这是我们图话 图话 怎么来讲呢 这个意思就是要叫他们有抽税 不要像我们这样子 蹲在这个老地方 现在世界很大 你到外面去唱一唱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叫做树包翻身 就是有抽税了 人家说起来 哪家的孩子现在有抽税了 树包翻身了 大学生了 考上大学了 都不知道怎么 就是这个意思 树包翻身 是流传在太后一带的民间俗语 过去 家长送孩子入读私塾的第一天 下午离校返家时 先生要亲自把学生的书本放进书包 再把书包布翻转过来 遇事将来 学业有成 如今 在陆向村 他那个很穷 母亲改嫁了 他在这样 绝技困难的时候 还坚持读书 有一个成语叫断鸡滑煮 这个鸡就是我们咸菜去洗以后 他烧了一屋桌 把他一花饰 一天吃两灯 没有菜 就把那个盐菜 用去 他经过苦读 最后考取了军事 当了宰相 所以这种故事 我们是代代相传的 这是一朵无垠中就经历后代 所以这种文化的理念 文化的思想 对我那代苏州人的影响很大 要享受包翻身 就有好好读书 李家囚曾出版过 包括苏州状元 孤苏宰相在内的 很多苏州教育历史典籍 对于苏州地区 重文宗教的传统 都有着很深的研究 据李家囚分析 陆相村之所以名人辈出 主要受到他所在的 苏州大环境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 明清两代共有状元202名 苏州地区就有35名 超过总数的17% 因此有着 孤苏文圣出状元的说法 受当地新文中学风气的影响 陆相村的村民们一直有着 崇德上弦的淳朴民封 村中各大家族 新学宗教的一举 从来没有间断过 就是我这里呢 就是有一家的中埔上面 把这个中式教育的东西 记载下来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益状 益状 益状 益状呢 中式教育要读书的问题上呢 都有详细记载 在贫困字体 特别是挂儿挂语 他没有那点读书的 那个益状里边呢 就有这个他规定 你比方说 有瓜子的物理读书子 美女给数百钱 二千四百万之十六岁 一让 十六岁一让 真能够可口享用的 可以加些高河费 就是高河费啊 就是晚上看书啊 要油啊 要什么东西的 叫高河费 点蜡烧的 多少钱 那个时候就是订游戏 再改两千四百万 再改两千四百万 嗯 这个 两个两千四百万呢 怎么改的呢 都是按计分分 一个计分分 一个计分分分 嗯 陆相村叶家族谱上的这些记载 与今天的义务教育颇为相似 只不过相关教育费用的支出 都由家族共同出资完成 而且对于主的对象 兼等 都有着极为详尽的规定 如果是孩子有多数字意向 能够就是记住生造的 可以再加再败 再改三年 嗯 再改三年 就是说两千四 两千四 再改第三年 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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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义庄来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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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买你给你两千四百万 这个两千四百万 实际上是给你的生活费 因为他本身就是教育啊 是师作教育啊 就是免费的 就是给他的生活费 所以说上学本身就是不花钱的 不花钱的 但是为了让你好好学习 还给你钱 他说生活费怎么着 吃好吃好 因为他是瓜儿 瓜女 他没有人来抚养他 那就给他抚养生活费 义庄 又称足田义庄 宋朝以后通常只称属于某一宗族 共有的土地 鹿象村叶氏家族的族谱上 所记载的义庄 则是由族内为官者 应付者捐赠或合伙捐制 用以阶级贫穷 振虚孤寡 以及协计族人读书应试的 善足田 义庄里设有义学 族人可以免费读书 鹿象村中积金积玉 不如积书教子 宽田宽地 莫若宽厚待人的古训 使得各大家族 都很想求同文宗教 人才辈出的王氏家族 尤其如此 这个是叫戒园 就是神纪的考试 第一名就叫戒园 这个牌楼 这是王老考证 戒园以后 他们这个家属造的 那边一个叫慧圆 慧圆就是国家界的考试 他的第一名叫慧圆 那么王老也考中了 那么这个叫炭花 是王级青石面术 殿术 第一名就是藏元 第二名叫榜野 第三名叫炭花 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考试前三名 那么王老当时就是炭花 这个国家呢 当时规定很严 就是考中喷花以上的前三名 就是顶家 就是一顶家 就是一家 一家的人考进以后 就是都在潮园里面 按现在的话 就是汉林院 组织部 都是后部干部 如果你第四名就是二家了 那就不一样了 就派到地方去挡花了 所以你看这个第三名和第四名 差别很大 可以说他们是一等一的人才 对 这个牌楼是什么时候就建在这儿的 这个牌楼是王敖 就是成化十一年 公元1475年 王敖靠中那个炭花以后 开始有五个牌楼 现在这个史书记载有五个 还有一个镜子方 还有一个登镜方 这两个牌坊已经没有了 现在保留了这么三个牌坊 牌楼 现存的这三座牌楼 也曾在历史变革中遭受过毁坏 陆乡村的村民们 就按照牌楼的旧式样式 在原址上重建 如今赫然出力的这三座牌楼下 每天游客云集 也让村里人引以为傲 王敖是从陆乡村走出去的明代宰相 他24岁高中江苏乡市第一 25岁又得礼部会市第一 金殿皇帝面世有位列三甲 是村里人最为羡慕的炭花郎 那么有一种说法他要考中藏元代 因为他的主考叫桑洛 这个人是浙江人 他也是连中山元 据说一个国家 有一个朝代连中山元就不得了了 这个桑洛有私心 他怕王敖中了山元以后 跟他平奋秋色 所以就把他压中了炭花 那么如果他以后明代 从王敖以后 基本也没有出一个连中山元 虽众说纷纭 但是近世极地 观之宰相的故事 总是会让后人感慨王家祖上 教子友方 而在历史上 路向王家确实家风严厉 众教之风盛行 家族要振兴起来 光靠有钱不行 还得念书 但是念书没有房子怎么办 他把家里面 刚好要建的新房 就造了一个祠堂 作为四座念书 开始这些所里面的子生 都不太念语念书 他后来就定了一个家规 凡是我王家子生 你考中复学 现学 就是现在讲国家的学校 现阶的学校 将您是三两 你考中举人 将您只是五两 那么你考中这个进士 那就是将您只是两 他就定了这个家会 王傲是莫黎王室第十世 让人惊叹的是 继王傲之后 耕独传家的古老家风 使得王氏家族长生不衰 后代子孙大多颇有建树 据不完全统计 王傲后裔至今已有五千多人 绝大多数学有所成 仅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和知名大学教授 就有五百多人 2014年10月19日 来自中国14个省市的270多位 莫黎王室后裔 齐聚苏州市东山镇陆象村 拜业祖先 庆祝莫黎王室家谱续集 以修订完成 82岁高龄的王守清老人 是这次续修家谱任务的 主要负责人 这次家谱续修任务的完成 意味着 莫黎王室自南宋 先到东山至今的历史 得以完整记载 偶心立血 修谱十年 各种艰辛 老人一言难尽 但是在翻阅 众多史料的过程当中 王家新学仲教的家风 却让人感受颇深 过去王家是这样子 有一句名言 对生活的财富 不哭不留 不哭都留 为什么不哭不留呢 你如果不留了 你这个子生就是没有走的路 就在了 你都留了以后 好了 子生就不动脑筋了 靠你这个助长損下来的房子 这个家财吃了碗嘛 所以有一句名言叫 不哭不留 不哭都留 那么这个不留 那么钱多了怎么办呢 就放到仪庄里面去 就是整个家族的均衡 就像所谓 这个基金一样的 做学的 教学的 有志愿来 就是被集体十年来 十年修普期间 重温先祖几百年来的 家族教育文化 王守清把不求金玉重重跪 但叫儿孙各个贤 尽我之力 以学一业等家规祖训 隆缩成好学 仲礼 勤俭 忠厚的新家风 写入续修的家谱当中 教育后世子孙 今后王家的巨族 新族这个路 怎么走下去 个人认为 真有紧紧的庄图新学 在庆祝王室家谱 续修完成的仪式现场 王室家族宗亲 又发起新的倡议 他们决定 把修普余下的十多万元 当作奖学金 奖励王室家族中品学兼优的学生 孩子要用在新学这个问题上 怎么样投在王家过去的今日 就是要新学白学 我如果能够新学 新学新起来了 那我这个家族也新起来了 我家族也新起来了 我这个族自然也能够聚起来了 正是各大家族心学为乐 热忱助学的良好风气 才使得路向古村人才辈出 而各大家族的心学之风 也在不断影响着路向村的后人 今年已是90岁高龄的王守绝 是从路向村走出去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中国半导体器件 与微电子技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王守绝一家兄妹七人 他们的故事各个充满了传奇 大姐王淑珍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与中国妇产科学主要开拓者林巧智齐明 素有南王北林之称 大哥王守敬是中国第一位 研究量子力学且成果卓著的学者 二姐王明珍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 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三姐王守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 从事物理著作翻译 二哥王守绒曾历任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教授 是著名的精密机械及仪器学家 三哥王守武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王家之所以能够人才积极 王守绒说这都得益于儿时的家庭教育 就是教育我们不要一天掀摩什么钱啊 生活啊 我们在上海 因为我晓得说在上海 所以个别人家呢 王王是很有钱的 我们是在里龙房子租的房子租 但是我父亲就是经常说 我们不去羡慕人家的钱啊 生活啊什么 这个生活也不去 关键还是把自己培养学问 在王守绒看来 父亲的教育方法可以总结为三句半 一是言教不如深教 二是多说不如多看 三是尊重自我发展 最后半句是少管 除了这三句半的家风 王守绝记得 儿时父亲经常教育他们 不要死记硬背 而是要培养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方法 家庭教育的故事和新闻重学 淡泊名利的家风 使得王守绝在自己的学科领域独树一帜 曾经开创了中国半导体人工神经网络 和多维空间仿生信息学领域的新局面 退休以后 故土情深的老人 不仅回到故乡养老 更为了鼓励家乡的孩子努力读书 从2013年开始 在陆向村所在的东山镇 以个人名义设立了希望奖学金 我回到我这个老家 老祖宗的家乡 我已经老了 做不了什么贡献 稍微我想 就跟孩子做点贡献 所以就设立了一个奖学金 我想能多少起点重 王守觉院士告诉我们 前些年身体条件允许时 他经常邀请孩子们来家里做客 给他们讲述自己的求学故事 他也经常去学校为孩子们开办讲座 如今已是台北之年的老人 因为行动不便 决定采用奖学金的方式 鼓励家乡子女以学为乐 努力读书 他连续五年每年拿出两万五 是我们学校 每年拿出五千元 奖励初二 初三 各两个学生 什么样的孩子 才能得到这个奖学金 必须是品学经优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爱国 爱国 第二个要有刻苦学习的这种 专业的精神 要有创新精神 然后他为了觉得就是男女要平等 所以初二初三 两个当中必须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虽然金额不高 但是自中学开始 就能够获得 由中科院院士设立的奖学金 这对于莫黎中学的 每一位获奖学生来说 都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和荣誉 当时拿到奖学金什么感觉 感觉就是 在学习中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父母吧应该是 因为毕竟以前的学习就是 拿了成绩给父母看 这次能够拿到奖学金给父母 就是让父母知道我在学习 学习的方面有很大的成功 那我听你们老师说过 当时也主办了一个小学生报告会 给你们颁奖 你有时候爸爸妈妈来参加了吗 来了 来了 他们激不激动 当然开心啊 他还 我老妈呢 他还很开心 都抱着我 开心得不得了 嗯 校园里东山籍院士的简介 被放置在一个显眼的位置 从家乡走出去的学界泰斗 总是学子们争相效仿的榜样 而在家乡新闻中学的风气熏陶下 更多的陆乡村后人 像王守绝院士一样 学友所成之后 又回到家乡捐资助教 把浓浓的乡筹 化作对家乡教育事业的支持 让重闻中教的良好风气 循环往复 使得这里一直能够文脉不断 每周六日 都会在陆乡村上演的 王奥巡柔仪式 总是热闹异常 村民和游客都可以穿上古装 或扮演王奥 或扮演王奥的学生和后代 陆乡村先贤的故事 就这样在村民中口耳相传 再加上 威然屹立的三座牌楼 共同成为 古村落里的文化图腾 一直激励着陆乡子孙 以兴学为乐 以读书为荣 使得这座 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村落 一直生机勃勃 久生不衰 这座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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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回首其影恒在 似何远 李竹马依旧情离开 彼影外 不觉生 粗狂好爱 似水归 黄奥桃花 一千年年改 听台中 正名处 飘逸自在 碧瓦红江江 真了韩帐花彩 悠悠离月 寄托了我心期待 悄悄流水的情了 暗山不待 淡淡清晦你难了 相依离开 雁黄而沐 千古千古一年 千古千古一年